妈宝兰有四大典型特点 第一个最典型特点就是刚才你说的 她永远一开口就是我妈说 我妈说 第二个 她跟她妈妈在一起的时候 特别像个小孩子 只有小孩子跟妈妈才是特别黏的母子关系 成年男人跟妈妈 其实有些时候像朋友了 他们可以正常的聊天 而第三个 所有的妈宝兰们对女人的要求好高啊 刚才我听到你说 她不希望你化妆 不仅是她妈妈有这句话 是她自己本身对你要求也很高 第四还有一个特点 所有的妈宝兰 他们其实对事业不太有上进心 他们好像就觉得无所谓了 反正我妈觉得我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你刚刚提出来了 你其实希望她在事业上做得更好一些 但她妈妈不会有希望 她自己也不会有希望 所以如果这四点她都符合的话 你就想清楚 未来你要不要找这样的人 所以回来对男孩 你不是很听妈妈话的 如果你真的很听妈妈话的话 你不会去吃烧烤 还吃得那么开心 所以你是表面上想要做一个乖乖的妈宝 但是你骨子里其实并不想听妈妈那一套 你可能是想要讨好妈妈 但是你自己出于无方 你不知道该怎么讨好她 所以干脆21年来 你已经形成的习惯就是 她说什么 我就听什么 但是可能在背地里 我还会偷偷去做一些 她不喜欢我做的事情 如果你真的不想做一个 完全听妈妈话的男生 就拜托你长大 做一个独立的有思想的男人 最后奉劝二位 不要光说妈宝兰有什么不好 最重要的是 你不要再制造妈宝兰 你如果不懂得拒绝她的不合理要求 你就会制造妈宝兰 同样有可能你会制造下一个出生的宝宝 也让他们成为妈宝 好 谢谢 谢谢周老师 许总 如果不是她母亲 几次当面来跟你冲突 让你觉得很没面子 其实你还是可以跟她 很好地在一起的 因为其实 谢谢周老师 谢谢周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定不能简单地说当一个传话筒 也一定不能制造他们双方的矛盾 你必须还得独立 就这样 你每次在跟大家说我妈说我妈说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呢 因为我们知道当初中高中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父母在学校门口接我们 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同学们会嘲笑我 觉得我长不大 你为什么会一点不好意思都没有呢 我都觉得我妈 她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为了我好 那你能为你妈做什么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妈这会儿躺在病床上 病重垂危 需要你做出选择 在两种治疗方案当中做出选择 你会怎么做选择呢 你怎么选择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出选择 她可以说我妈说我妈说 以前在这个舞台上也出现过这样的男生 当主持人每次问你真是这么说的吗 她往往会低下头说 是我妈就是这样说 她会有点不好意思 她一点不好意思都没有 所以说她一点都不以自己 没有成长 不像个男人为耻 但凡是有一点这种感觉 大概她还是想要成长 但是你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讨厌她 不是讨厌她没有独立思想 没有勇敢承担 你讨厌的是 她那么听妈妈的话 这是问题最核心的地方 男人多半都是以独立思想和勇于承担 才获得女生喜欢的 但是你不介意这一点 你只介意她听不听我的话 还是听不听她妈妈的话 所以在我刚才问她那个话题的时候 你也可以身临其境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如果有哪一天 当你遇到人生低潮的时候 当你遇到遇不过去的劫难的时候 需要她帮你做出选择的时候 她根本就没有办法 那个时候 只能你自己可怜地为自己做出血子 到那个时候我想 如果你在病床上去考虑一下 自己曾经的这段爱情 是否值得的时候 那才是一个最大的笑话和悲哀 要做妈 你就这辈子做 好好做 从她母亲手里接过接力吧 如果不想做妈 就早点离开 一个人如果自己拒绝成长的话 即便有再多的因素 去催促她成长 她始终也是长不大 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候 一个人不能够起到她原本的作用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是真伤心了 而平时的那些所谓的浪漫和温存 那又算得了什么呢